一場國道意外造成六死一傷 死人的家屬趕到國道反對 急著想知道為什麼死傷這麼慘重 家屬心情沉重的快要說不出話來 尤其又看到拖回來相行車 已經扭曲成這樣 實在無法想像一個暴胎 怎麼會讓整部車翻過去 我們重回事故現場發現 霍然的高度其實只有39公分 相行車爆胎之後 直接就翻落21.9公尺深的高架橋下 當時車上一共有七個人分成三排座 明明是五人座 但一次塞了七個人 警方懷疑第三排加裝未經扁更 因此警方在進一步推測 有可能超載七人才會使得左後輪爆胎 甚至也要釐清車上是不是有人 沒有系安全帶 或者說他有沒有因為超載的原因 導致輪胎負載 這個都還要經過比較專業的認定 才能瞭解 國道追車六人奪命 肇事的真正原因 警方和家屬都急著淋青 借臣思議員詹品紅徐一玲 SNG小組苗栗採訪報導 閉審 施錬